一樓冒出熊熊大火 猛烈火蛇 不停竄出 打批消防隊員趕到現場 立刻進入屋內 因為裡頭還有小朋友收困 鄰居誤以為沒有人在家 錯過搶救時機 火蛇從一樓 竄出之後迅速往上竄燒 消防隊員不到二十分鐘 就撲滅火勢 但林姓女子和一雙兒女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救護人員不停CPR 同時不停替 五歲的小姐姐加油打氣 所幸送醫之後小姐姐被救了回來 但媽媽和三歲的弟弟 經過搶救之後仍宣告不知 這場死亡火警發生在二十五號下午兩點多 台南新營區一棟透天措 裡頭住了一大家子總共十一口人 公公婆婆和大女兒一家人 這兩天剛好外出宜蘭遊玩 留下二兒子一家四口 但早上丈夫外出上班 只剩下妻子林姓女子和一對小姐弟在家 誰都沒有想到過年前一場惡火 奪走家裡兩條寶貴人命 火吊科正積極調查起火原因 華視新聞劉漢森許文南黃之軒台南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